今天是十月五日,星期三,今日教會禮的讀經是加拉達人書的第二章一至二節和七至十四節 這裏是講給保禄和伯德禄在安提約機下發生一些衝突 福音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至四節 一個聚述就是門徒叫耶穌教他們祈禱,就是我們的天主經 麥觀這兩段經文讓我今天麥觀保禄和伯德禄相遇的一種反應 特別是我很欣賞保禄他那份面對權威的時間 他的那種勇氣 大家都知道加拉達人書是保禄特別寫給加拉達人 就是去堅固他的信德,以及特別為一些加拉達人質疑他作為中途的身份 所以他那本書信帶著這座向導 所以特別在這本書信中也特別提到確立他自己作為中途的身份 中途,百多禄和十二位中途都承認他們天主賜給保禄這份恩寵 這份恩寵就是向外邦人宣教的恩寵 當時的教會分開兩部份 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百多禄和大部份中途都在那裡為他們傳教 而保禄得到他們的允許向外邦人傳教 不需要受割選 所以只要受一些普通的規矩 就可以領受耶穌的恩典、基督的恩典 這裏有幾個字眼特別吸引我 就是當保禄在書信中陳述 就是當保禄開始去宣講的時候 他特別在耶路撒冷向那些私下 他特別私下向那些有權勢的人陳述過 向外邦人宣教 他們很坦白說他們自己的心跡 免得他們白白地奔跑 或者徒然地奔走沒有結果 所以在耶路撒冷他們雖然得到百多禄和很多中途的祝福 但是他仍然私下 他特別吸引我 就是他私下向那些有權勢的人陳述 即是他受命 或者看到向外邦人傳播福音的一種可能性 這種機會 所以這些有權勢的人 可能就是環於中途的長老 或者有權力的猶太人 所以他敢於向那些有權勢的人陳述 即是表達自己這份需要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就看到保禄感到權威那裏 陳述自己的觀點 那麼目的都是為什麽呢 目的都是為傳教 為外邦人傳教 為美國選的人外邦人傳教 那第二個權威是什麽呢 第二個權威就是直接面向百多禄 當百多禄來到安庭約基亞這個地方 他當時就是一起吃飯 不過當百多禄都可以跟外邦一起吃飯 不過當其他第二度來的人 可能是一些相當環顧或者保守的猶太人 知道他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百多禄幾年之間怕了這些猶太人 知道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飯 他便退避了 那這個行為上就引起一些很大的問題 雖然是小事 不過保禄看到就不是很適合 這個好像他作為首領 其他人看到都會跟著他假裝 連巴以立白都假裝 所以在一個團體裡 就有一種這種所謂 心口不合一 對於整個教會的合一 和宣講這個福音 其實是很大的損害 所以保禄當免則問 就是這個斥責 就是少少譴責 譴責的百多禄 百多禄就是中途之壽 所以保禄這樣向他這個權威 面對這個權威 提出他的不對 又是一個很大的勇氣 說他為何要害怕這些猶太人 而假裝這個事實 就是因為心口合一很重要 就是我們盛於中而盈於愛 如果我所宣講的同學所的行為上 是不相稱的話 這個似乎就不是耶穌基督所宣講的真理 所福音的真理不是這樣 所以保禄很清楚這件事 我們要做到心口合一 才是福音的一個真正的 宣講福音真正的態度 而他看到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教會有一種合一 也看到將來為這張基督的喜順 帶去外邦的世界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篇讀經 就看到在權威之中 保禄敢面向權威 而且他看到內心在什麼 應該在行為上都表達出來 在維外有一種很大的啟示 就是當我們面對權威時 我們都會害怕 其實都 我們不敢表達自己 或者好像百多禄這樣假裝 就避免了一些可能的衝突 可能表面上解決了一些問題 不過事實上 就做不到表女一枝 那麼 保禄就帶出這個 我們做人要表女一枝 這樣的生活態度 所以今天的讀經 就是讓我們反省一下 當我們去回我們自己生活的圈子 我們自己生活的環境 我在公司上 在教會上 或者在團體上 我有多確信自己所相信的真理 或者我所相信的 我心裡面所相信的 和我的行為 有沒有一些差異的地方 我做不做得到表女一枝 做不做得到心口合一 好像保禄那樣 能夠有這份膽量勇氣 是真的宣講基督真理的福音 其實這個就是要 雖然百多禄所做的好小事 不過內心能夠察覺到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意識 所以今天的福音 是提醒我們 我們要效法保禄這份勇氣 他敢於面對權威 將自己內心所表達的 他敢於放出來 所以現在這份這樣的景性 為我們所處的政治環境好 我們團體 來外面對權威 很多規條 我們覺得 覺得是 是有衝突的地方 我們都可能 求主都給我這份膽量 起碼表達出來 有時候我們未必確信自己所相信的很對 不過是可以表達 正如保禄 可以私下向那些有權勢的人 陳述一樣 在陳述和表達的過程中 可能爭取到一份了解 爭取到一份 一份默契都未定 所以 這份膽量和勇氣 我們正是我們現代基督徒 所面對 每個人可能在自己生活中 都有不同的內心的權威 在籠罩自己 這個很值得我們自己 自己反省一下自己 生命上所經歷過的一切 或者我們現在面對的事情 我們需要一些勇氣 需要一些恩寵 我們去面對 好啊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今天的祈禱好意向 讓我們求這份膽量 勇氣 和這份信心 讓我們能夠表裡一致 做到心中合一 心口合一 這個需要主對我們一些 一些憐憫 一些 一些警醒 和勇氣 好 今天分享到這裏 主有各位